视频中的女婿对着岳母破口大骂 岳母对女婿大大出手 而女儿竟然帮着丈夫指责自己的母亲 那么女儿女婿和母亲有什么恩怨呢 事情还要从女儿韩月华的遭遇说起 韩月华今年45岁 曾任教于广东商学院 韩月华说 她的亲生母亲联合别人 前后三次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度过了非人一般的668天 回忆起这件痛苦的事情 韩月华有委屈有恐惧 但更多的是无奈和不解 她不明白为什么亲生母亲会对她做出这些事 噩梦开始于2008年1月 那天上午 韩月华和丈夫时林在教师公寓里休息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正刚时林要去开门时 门却被残暴地踹开了 先进门的人将时林控制住 随后又进来几个五大三粗的人 拽着韩月华的头发就把她捆起来往门外脱去 从六楼一直拖到一楼 她被拖拽的过程被学校很多师生共赌 甚至还有人拍下了这一幕 随后 韩月华被人强制塞到了车里 还有人抱打她的头 韩月华知道自己没能力反抗 如果反抗肯定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当车开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韩月华的母亲和妹妹上车了 她问母亲和妹妹怎么回事 可两人一直板着脸不语回复 就像不认识她一样 母亲和妹妹不是在北京吗 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呢 之后韩月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被诊断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病历上写着她与同事关系不好 动不动就要杀人或者自杀 可韩月华表示她根本就没有这些症状 医生也没有对她进行诊断 为什么仅凭别人的描述 就确诊她有精神病了 送她来医院的母亲和妹妹也不见了 直到这时韩月华才明白她是被精神病了 只能孤独无助地接受治疗 不能有任何不服从 不然就是捆绑 强行灌药和打针 韩月华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后 石林在精神病院待了三天 才终于见到了妻子 韩月华被折磨得脱香 石林请求医生让她把妻子接回家 谁知主治医生告诉石林 韩月华没病 如果想住院必须经过她母亲 谭慧俊的同意 因为住院治疗 监护人一栏里写的是她的名字 可石林联系不上岳母 只能每天去医院看望妻子 就在韩月华住院的第六十四天 当石林再去医院看望她时 却被医院告知韩月华去了北京治疗 经过石林的调查 妻子根本没有去北京 而是转到医院的另一个院区 在这里 韩月华多次要求母亲放她出去 可母亲让她治疗半年才出去 在医院待了352天后 母亲终于给韩月华办理了出院手续 但前提条件是 韩月华必须跟她回北京 从此不能再跟石林联系 在北京继续治疗了半年后 因为要恢复广州生学院的工作 广州精神病院给她开具了健康报告 韩月华又变成了正常人 还没等工作安排好 韩月华就联系了丈夫石林 被发现后 韩月华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一个月后 她又被转送到河北一家精神病院 在被治疗了668天后 母亲盘慧君给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 韩月华这才恢复了自由 出院后 韩月华借钱买了机票逃回广州 找到了丈夫石林 而在她被治疗精神病期间内 她所有的存款和房产 都被母亲占为既有 那么唐慧君为什么几次三番 将亲生女儿送到精神病院 又为什么霸占女儿的钱财呢 韩月华说 真正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是她的工作单位广州商学院 因为早在2004年 丈夫石林以她的名义 为广东商学院写了一篇校徽词 这篇校徽词写得非常出众 学校领导想在这篇校徽词后署名 但韩月华不同意 双方有了矛盾 之后学校就把韩月华调到不好的工作岗位 不久因为石林和韩月华的同事打架 韩月华又遭到校方处罚 韩月华和石林便不断地告某些领导的状 与一些领导的矛盾日益加深 而在这期间 石林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威胁 由于石林的状告损害了一些领导的利益 学校便开始策划整件事情 首先就是联系韩月华的母亲贾惠君 说韩月华在学校工作屡次犯错 都是受了石林的唆使 策划让韩月华和石林离婚 实际上 韩月华的父母一直嫌弃石林没有钱 如今母亲从别处听说女儿被女婿带坏了 更加看不上石林 学校甚至扬言要开除韩月华 于是在各方压力一下 韩月华被迫与石林办理了离婚手续 之后韩月华就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他的监护人也变成了母亲贾惠君 甚至给韩月华办理出院手续 也是经过广州升学院同意的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记者联系了广州升学院 广州升学院并不承认 是他们策划把韩月华送入精神病院的 并表示韩月华在学校的却有过激举动 对于学校的说法 韩月华夫妇表示 这就是御家之罪和患无死罢了 石林更是拿出住院和出院的情况说明 上面明具写着 在工作单位和母亲贾惠君的同意下 给韩月华办理的进出院手续 出院后的韩月华为了要回自己的财产 回到了自己之前的房子 可是却被母亲打了出来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 韩月华夫妇将广州升学院 和精神病院告上了法院 同时把母亲贾惠君追加为第三被告 针对韩月华的诉求 广州精神病院的辩护律师称 他们并没有强制性的禁锢行为 最终法院驳回了韩月华的诉状请求 之后韩月华又提出上诉 韩月华的母亲始终不愿意做出任何解释 我们也不明白 她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难道仅仅是为了霸占财产吗 你们认为会是什么原因呢 都没有体制性了 我们的优优独特 我们可以的发展